脊椎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现代人因为少运动 长期做办公室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 都很容易造成脊椎的弯曲 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最普通的日常行动 所以如果能够及早发现脊椎有不健康的征兆 就尤为重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家给脊椎做个自我检查 检查我们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怎么样检查你脊椎有没有歪 因为脊椎有歪的话也会出问题 那我们先示范一下好不好 那OK我们先看一下 譬如说假如你有朋友或是儿女的话 你看脊椎有没有问题 你先看一下他的这个背 你用手放下来 然后看看他的平衡 这边第一看着腹 这边有没有一个高一个低 这样子看一下来 假如都很平的话就还蛮好的 也是看这边有没有平衡 然后第二看着肩膀 有没有一个高一个低 假如有的话一定会说 假如这边高的话 这边一定会出问题 或这边高这边会出问题 然后有时候看骨盆 骨盆也是你可以手放在骨盆这里 看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 有的话它骨盆弯也会要痛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让病人弯下来 然后来你先弯起来一下 OK好就弯到这里 然后呢大家就看一下 看这边有没有平 像它就很平 假如有些很多病人它脊椎歪的话 这边就凸得很高 这边又凸得很低 它就表示说脊椎都歪得很厉害 有时候是这边很高 这边很低 所以一般假如它有S型的脊椎盘 那个脊椎侧腕的话 比如说这边很高 这边很高 这边很低 所以它就会这样子歪过来 OK谢谢 假如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马上去找医生去调整 但是假如你已经过了20岁 你就调不了了 说真的 假如18岁以下调整还是很容易的 假如这种脊椎弯太厉害的话 它会影响到心脏 影响到肺 功能都会减少 所以在小孩子 我差不多5岁到12岁之间是最critical 最严重的时候 除此以外 经常性的保健操 对脊椎也很有好处 每天几分钟 预防重瘀治疗 假如是超过20岁的话 这脊椎它基本上脚症不回来 但是以后它可能到40 50岁 还是会痛 所以譬如说 你检查到 这个病人它弯下去之后 发现这边是凸的 这边是凹的 这边是凸的 这边是凹的 表示说它是这样子的形状 对不对 S型的 像那个超轮一样S 假如S型的话 假如是往这边S的话 表示说这个病人 他就要往这个动作动 表示他要把这边凹进去 把它开起来 那做的时候 你可以譬如说 这边靠一个椅子或桌子 或你可以蹲下来 然后这样子靠着 然后你的手就抬起来 然后放在头这里 然后这样子弯过来 所以你 这个目的就是让 这边开起来 这边就不要开起来 好 OK 然后常常做这个运动 就这个运动 OK 做可能一天可以做个五六次 然后每次做差不多十下 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动作呢 就是你这边不要动 然后呢 譬如说可以这个抱住自己 然后呢 只做这个动作 这样子 这样回来 这边就把这边开起来 它就相反的开起来 好 这动作是预防 我们说说预防的治疗动作 假如你真的有疼痛 这动作就没有用了 如果已经患有严重的脊椎盘突出 现在也有一种不用开刀的治疗方法 免去手术的痛苦与风险 好 你看现在有一种最先进的仪器 这个仪器叫DRX9000 那这个9000可以不用开刀 不用打针 你的脊椎盘突出 它就可以慢慢缩回去 那脊椎盘突出的 你看最 大家观众可以看这边 所以一挤的时候 它一挤的时候 它会凸出来 然后神经 这个就是做骨神经 一压到的时候 它就整个就痛到脚了 这个就走不了路了 动不了了 那我这个机器呢 就可以把这一节 专门这一节把它开起来 一开起来同时呢 它这个凸出来呢 就会缩慢慢缩回去 就不用开刀 那这个脊椎盘就会开始好起来 你症状就好 你就可以做完治疗之后 你就可以去运动 去跑步 打球 做什么 就好像回到你 十几二十年那种状况一样了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良好的饮食习惯 加上适量运动 是我们最大限度 保持健康的基本因素 能够做好这两点 相信能让我们 远离大部分的疾病 中央电视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